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 星期一 來到傍晚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繼續罰錢 今天強制檢測又罰二十多萬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邊相較早之前曾經有單網絡熱話話說有YouTuber 余德成和家寶費兩位主持Matthew和阿寶就去了農場餐廳吃東西 去到餐廳吃東西做過食評的YouTube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他們就說了不好吃 結果就被人控告 被農場餐廳的老闆控告他們 結果今天有最新消息 事件迎來最新的發展 究竟控不控得入 即是他們說食物不好吃 要控告他們拿回租場錢 你們在這裡拍攝 要租我的場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講講 另邊相民間真是偽高人膽大 今天各大討論區都在流傳一張相片 那我的相片非常奇怪 話說有個人躺在地鐵扶手欄杆之上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首先提提各位老友記 根據HK01的報導 政府突擊檢查拍警台文明國 27人未遵守強制檢測令一共罰了27萬 報導的流氓是 政府不同部門在今天10月3日先後 在何文田晉文苑文明國天候拍警台一座出入口 查核授檢人士的檢測證明 當中在晉文苑查了138人 在拍警台查了475人 兩次行動有44人沒有做檢測 27人被罰錢 威夫房進攻了27萬 這頭派了消費券 會人2000 然後這頭就收回你1萬元進攻庫房 各位老友記記得 強制檢測公告並未取消 若然你所住的地方 立入強制檢測公告 記得要做檢測 如果不是被人抓到就罰1萬元 另一邊商人也說說這則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余德成遭到農場餐廳東主追討超過1400元 官指引濫用司法程序駁回申索 報導內文提到 前TVB藝人余德成早前和兩位Youtuber 在深水埗農場餐廳拍攝試食片 批評餐廳食物難食 餐廳東主陳興圖其後入品小額前債審裁處 向余德成追討店舖租金和電費一共1446萬 案件在今天10月3日提訊 站委審裁官理應如指涉案 申索無聊和濫用司法程序 余德成和申索方屬於食客和店主的關係 余德成當日未有遮掩他的拍攝行為 亦沒有證據顯示余德成所言虛假 所以申索無聊和濫用司法程序未有申索基礎 本案在證據和法律上毫無勝算 終於駁回申索方的申請 本案申索人是陳興圖被告余德成 申索書紙余德成在2022年5月29日未經陳興圖的同意 濫用了陳興圖的私人地方進行商業性用途的拍攝 所以向余德成索償當日拍攝租金連電費一共1466萬 話說Youtube頻道交補費和余德成去了農場餐廳試食他們的飯和食物 也是那句醫書直說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 他們只是表示一個即時反應 但是曾經興起這場訴訟入品小額前債 結果今天迎來最終的發展 看來余德成和阿寶和Matthew應該舒服一點 心經的說明為何是說官都說這樣提告不太合那個司法程序和無聊 再者順道看一看 加寶費的頻道麻煩準時發布影片 你答應大家一個星期一條影片 所以很多支持者都會一個星期坐定定等待阿寶和Matthew拍攝新的影片 令B相轉體一下今天在網上廣傳的照片 根據HK01的報道 究竟是否反地心吸力 外籍男子掛在港鐵欄江頂圓空熟睡 網友熱烈討論真功夫還是P圖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究竟是有高人現身還是P圖功力太深厚 網上風傳相片見到一名外籍男子全身懸掛 在港鐵車廂裏面 乘客座位上的鐵欄更疑似正在熟睡 上片一出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不少人笑指上中男子的姿勢違反地心吸力 質疑有人改圖刻意誤導 但亦有人認為只要成功爬上鐵欄 以那個姿勢拍下照片其實不難 大家看到照片究竟這張照片難不難拍 但問題是這樣睡覺又是否適合呢 不少網民看過照片都激變真偽 有人認為照片擺明是改圖 質疑照片是後製的修圖作品 更加列出各各疑點 就說看到橫條鐵已經覺得不正常 也有人指只要成功爬上鐵欄 並運用身體借力的話 用那個姿勢來拍照並非不可能 不過也有人認為無論是否改圖 大家都不應該在交通工具做出 影響他人的行為 他這樣說這些自私行為不能 這張照片今天在網上熱傳 純粹被各位網友有個知智緊貼著時代 究竟這個人是否真的在地鐵拍照 仍然是不得而知 另邊雙也講講這則疫情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港大研究證實兩款新冠口服藥 是減到染疫者的病毒量 死亡率分別降了52%和66% 報道的內文是 港府早前引入兩款治療新冠肺炎的口服藥 並處方比高風險人士降低住院和死亡風險 不過相關的藥物在Omicron病毒株上的現實數據 仍然不足夠 港大在今年2月至4月就著口服藥的成效進行研究 由藥廠密砂東和輝瑞研發的兩種治療新冠肺炎藥 在入院初期服用 又顯著臨床效用 可以降低死亡風險 更加快減少身體內的病毒量 當中在死亡率方面分別減了52%和66% 研究結果 現在已經在國際知名科學的期康 《刺針傳染病》中發表 記得第五波爆發的時間 最近什麼都沒有 即是那時又沒有口服藥 醫療系統又塌 現在已經有口服藥 但各位網友要留意 口服藥最好是越早吃到越好 若然染疫確診 據了解五天之內 能夠處方口服藥是最好的 不過 另一邊雙也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賓士維帕在迴旋處阻塞 巴士司機停車反而被公審說又玩 一句惹氣功憤 報道的留文是這樣的 在迴旋處維帕阻礙巴士前進 還惡人先告狀 由Facebook專頁上載照片批評 巴士佬又玩 其實巴士是否沒有後波 照片所見一架9巴78號A在迴旋處停下 前面有架停泊在雙王市的Benz 巴士疑似不夠空間洗過 不過專頁公審巴士司機不成 還反被大部分網友指責 就說有後波就可以圍拍在迴旋處阻塞巴士 亦有網友罵 現在人們圍拍真的很大聲 這個故事話說是那架Benz先圍拍 後來有專頁說巴士塞住了 但其實巴士可以退後 退後就可以過了 但問題並非在於巴士是否可以退後 亦不應該在迴旋處阻塞巴士 當然不希望同類事情發生 但網民一面倒認為 這是Benz的違法錯誤 另外跟各位網友說說天氣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不知道是否今個聖誕不太冷 天文台預測10月至12月 或者會偏暖小雨 報導的內文是天文台發表10月至12月的季度預報 預測氣溫正常至偏高 即平均氣溫介乎21.7至22.3 攝氏度或高於22.3攝氏度 雨量正常至偏少 即雨量少於114毫米 或者介乎114至263毫米 天文台預測10月至12月偏暖小雨 各位朋友要留意 其實近年天氣都怪怪的 但怎樣說都好 若然做戶外活動 都是那句 行山甚至下水上活動 麻煩萬分萬分小心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